大家今天是3月21星期一 股市是有一点点的反复的 主要的原因就是成交方面的确足够 其实这个在上个星期五已经看到 大家记得上个星期五在下午3点50分的时间 总的成交今年只有1600多亿 当然最后是2300多亿 可是也看到资金好像是不许的心态已经开始有点保守 我们看看今天的指数 早点恒生指数先高开411点到21823点 这个也是今天暂时的高位 往后在固压一点一点出现之下 指数在下午曾经一度是到跌449点到21104点 等于说今天整个股市的波幅已经有850点 好了 暂时来说 由于指数还是在21000点以上 那等于说股市虽然说是有一点点的反复 可是相对从那个15号的低位 18235点开始的上升到现在为止 还是在这个高台 当然暂时来说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保守一点点 首先从上个星期二的低位 18235点到今早的高位 21823点 其实股市已经上升了3588点 这个幅度绝对不算少的了 当然在今天早段的时间 恒生指数的确是轻轻突破了20天线 可是不能够维持太久 主要原因还是成交不足够 现在在21000点以上 股市再往上走的话 一定是挑战这个月1号的高位 22937点 可是没有足够的动力 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追捧 追捧的话 指数是很难很难出现这个特破的 尤其是上个星期三 有3097亿 星期四有309亿 到星期五的确是少一点点 可是还有2300多亿 到今天暂时就1000多亿 等于说股市的动力 突然之间减少 就显示资金好像是不愿意 抬去搞追 再看看新经济股份 像腾信在低位上 已经30多个percent 另外美团点评差不多已经上升了 也只是50个percent 京东也有50个percent 从150到240块钱嘛 阿里巴巴嘛 其实来说我们从71块多上升到 100多块钱上 已经是差不多40多个percent 单单看这个上升的幅度来说 已经不算少了 当然它上升的时候 部分是比较 走得比较快的 可是毕竟是怎么样 主要在高台 希望它再进一步往上推的 最终还是要看成交 要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去追捧的话 老实讲 就算是股市一直在 21000年以上增过 暂时来说大家还是要小心 因为上个星期五 股市大幅度上升 当天是高开1300多点 最后只遗留下一个大一的上升的列口 从20120点到20786点 666点的上升列口 放在20000点左右水平 感觉真的是不太好 不知道哪一天才回补这个上升列口 可是现在再两万一千多点 要是股市要真的是要稍微回补这个上升列口的话 等于说还是会有几百点的反复 所以暂时来说 我觉得还是顶一顶 等一等就比较好 当然要是还是要买的 我觉得还是买汇峰啊 还有91的中移动啊 还有中工建设的内营股就比较稳定 毕竟他们都要差不多四到六厘 四到六厘的股市 其他的新经济股份买 要买顶多买一百买两百不能买太多 股市我担心后一个阶段还是会进一步反复 好了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